记者徐盛伦新北报道,单亲妈直播上吊,45岁许姓女子独自抚养儿子长大成人,但疑似长期工作压力过大,导致昨晚10点其透过脸书直播亲身过程,许女友人健壮赶紧报警,警消货报赶底将失去生命真相的许女送医,索性到院前经过CPR,以恢复呼吸心跳,现人未清醒在院观察。 许女儿子今天也在脸书发文表示妈,我只剩你了,据了解许女与儿子同住,但直播当下许女与儿子并不在同一间房间,儿子也是经过朋友前往家里告知,两人一起冲进许女房间,合力将她抬出房门,警消同时赶底将许女送上救护车。 许女儿子陪同母亲前往医院,在救护车上不断哭泣,直喊妈,你快起来。 她向警方表示,母亲平时工作繁忙,但还是抽空担任一交,是个热心的人,应该是长期担心,造成情绪失控,才会轻生。 许女儿子事后也在脸书发文,字句无不表达对母亲的担忧,她提到我们还要过生日,以及今年我21,你养我到这么大,下半辈子我来打拼给你过好日子。 警消看了也非常不舍。